娱乐圈里面大家非常关心明星的国籍问题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哪些明星 被大家误认为更改了国籍却没有改的 高晓松经常饱受争议 大家都认为他是更改了国籍 因为他在节目中常常发表美国发展的言论 还在美国定居过一段时间 人们一直以为他加入了外国国籍 那么在01年的时候 高晓松在交警问题中出示的是外国驾照 但是那是外国驾照不是护照啊 高晓松表示 自己只是用美国绿卡可以在美国工作 但是一直没有加入美国国籍 他依旧是中国人 蒋大维也被大家认为是加入了加拿大国籍 但是他本人却坚决否认 在02年针对蒋大维更改国籍 他表示我是中国人 我是纯中国人 这才是一个真正爱国人的表达方式吧 他说他连加拿大的绿卡都没有 他只是为了女儿上学拿过加拿大绿卡 但是现在确实没有再拿过 他不仅是一级演员 还是国务院的特殊今天的获得者 这才是真正爱国人该有的态度和精神 东亚平和老公林志刚生活在英国和法国 儿子林厚汉在06年出生在巴黎 所以一直有传闻说 东亚平一家都是在外国国籍 他在微博上证实自己确实是中国国籍 在网上传出陈凯歌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 陈飞宇自动获得美国国籍 很多人都怀疑陈凯歌是美国国籍 在一次颁奖典礼上 陈凯歌对自己的国籍也是做出了解释 他说我不会加入外国国籍 他说我不会加入外国国籍 我要以中国为主发扬中国文化而努力 这才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该有的态度 怪不得他拍的电视剧和电影都能爆火 可能就是因为他这种精神值得人敬仰 冯小刚也有很多人说他加入了加拿大国籍 说他全家移民到这个加拿大 但实际上冯小刚一直都是中国国籍 他只是有加拿大的绿卡 冯小刚并没有申请加入过外国国籍 外国是他的人生信条 宁静也被传出加入美国国籍 在这一生中宁静发文说 宁静我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 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中国是唯一的父母之邦 唯一的祖国只能是中国 他这种坚决的态度才是一个真正国人该有的态度 爱国是我们出生就应该知道的道理 生在中国养在中国 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 我们要一直以中国信条坚守自己的信仰 有网友发表观点说 加入外国国籍的应当行业侵退 不得再入中国的专业行业 也有网友说 发表观点说 只要心在中国就是中国人 爱国不用国籍的形式表达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观看